如果抵达天堂的不是恩里克普奇 而是迪奥布兰度 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瞧瞧天堂之眼的中迪奥在成功击败星辰远征军后 集齐了抵达天堂的六个条件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再度蜕变 成为了天国迪奥 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下有伟大的哲学家迪奥 布兰度所发现的在瞧瞧世界中登上天国的六个条件 条件一拥有替身世界 不要问我为什么只有世界可以 条件二拥有可以信赖永不背叛的朋友 这里的朋友应该是恩里克普奇了 大恶人的灵魂条件四到十四个秘语 这段内容太长 我们还是直接略过吧 条件五放弃自己替身的勇气 这里我很好奇迪奥是怎么放弃自己替身世界的 条件六在正确的位置等待星月的降临 从而开启进入天堂的大门 不过准确来说开启天堂之门的并不是星月 而是来自天堂的引力 蜕变之后的迪奥不论是自身的样貌 还是替身世界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就是两者的肤色 原作中的迪奥与世界的外表都是金色 但蜕变后都增加了青色调 迪奥的皮肤变成了青紫色替身世界 则变成了青白色 世界的膝带的装饰也从原本的星形 变成了迪奥名字的手写字母帝 不过关于这部分的变化 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进化带来的影响 因为镖马野狼中来自平行世界迪奥哥的替身 The World膝带部位的装饰同样也是字母帝 这部分的变化真正的寓意应该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迪奥并非是基本世界的迪奥 而是类似迪奥哥一样来自平行世界 类似的地方还有天国迪奥的脸上 Dial字母的刻印 平行世界迪奥哥的帽子也有Dial的字样 机缘巧合下被乔尼完美回旋击中的法尼 瓦伦泰来到了天国迪奥的世界并被其所救 从瓦伦泰的口中迪奥知晓了 乔乔世界平行宇宙的真相后 迪奥把自己的人生小目标又提高了一小下 这里没有玩过游戏的朋友一定会感到不解 乔尼的完美回旋可以突破第4CI之列车的次元壁 是超越次元的力量 迪奥是怎么解除的呢 蜕变之后迪奥的替身世界进化为世界 超越天堂后得到了附写现实的能力 简单来说就是修改现实世界的设定了 世界超越天堂不要说是解除完美回旋的影响 就是让死者复生这种事情都能轻易做到 这里的复活是真正意义的复活 而不是类似原作中的失声人复活 但世界超越天堂的力量对于圣人遗体的持有者无效 可以说这时候迪奥的替身已经军临所有平行世界的顶点 即便是黄金体验阵魂区也无力抵挡 任何替身在世界超越天堂面前都只能俯首称臣 但正所谓主角强在开挂 反派死于话多 就在天国迪奥将乔斯达家族历代主角一一击败后 17岁的成太郎再次站在了迪奥的面前 智商巅峰的麦鱼强利用世界的湮灭法则 让迪奥碰出了基本世界的手环 从而一举重创世界超越天堂 随后更是让自己的白金之星复制了世界超越天堂的能力 进化成白金之星超越天堂一顿欧拉后 将白毛迪奥击败 虽说最后的胜利者是无敌的麦鱼强 但从能力来说世界超越天堂是要高于白金之星的 复写现实这个能力类似于时间暂停 同样需要CD回来 不过这里消耗的是灵魂力量 由于迪奥之前吸收了大量的灵魂 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连续使用复写现实的能力 以上的内容都是来源游戏天堂之眼 并非是原作剧情 大家也没必要为这个起争执 个人而言我是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因为它给了我原作之外的另一个我所期望的结局 在我心中17岁的阿强就是无敌的象征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还希望多多支持 也可以留言想要观看的内容 在能力范围内我都会努力兑现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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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